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股昨晚杜瓊斯指数升了212点 达到恒指今天高开291点 走势方面高位徘徊 直至3点后再发力炒上 不过美市来说有点回套 今日的波幅是314点 恒指收市部19364点 上升了475点 成交方面625亿 近日的成交介乎600亿之间 不算多不算少 现在股市方面在底位方面打底 有人亦想博一些高回报的买卖 再一些窝里买卖 博这个W底向上 用一些牛红证去作一个买卖 如果你想博一个低位反弹 甚至用牛证去博高回报 近期来说留意汇丰 汇丰发行一些PowerX系列的牛红证 这些标榜来说是高回报 当中的杠杠比较大 如果大家不懂来说可以学一下 涡卵的状况有一个涡卵公乐班 涡卵公乐班来说开货时间是3月7日 星期一 晚上7点15分 如果大家上涡卵买卖来说 留意这个班 后市变化怎样 先看看图表 今天的股市走势来说都不错了 升了475点 有人说股市是否见底已经回升呢 其实暂时不是的 先看看近期形态走势 近期形态方面来说 首先虽然一个双底 我们说双底意思就是一个底 两个底叫双底 或者叫W底 W底就是这个 我们当中说阻力位是哪一个呢 拿回这个W底 或者双底的一个高点 等于一个阻力 阻力的指数方面为 19771点 19771 你说现在走势是否叫三底 通常我们不会形容三底 这里来说有个形态 近乎一个什么呢 叫头肩底 头肩底 头就是这个 左肩就是这个 右肩就是这个 头就是最低的 那么这个线怎么画呢 我们画线方面来说 就用头和左肩的高点 头和右肩的高点 连上去 好 这里连上去 我们叫这个 你也叫阻力线 也都叫颈线 通常我们在一个 头肩底里面 就叫颈线 声破颈线 预期会向上 但我个人的形容来说 有时做买卖 安全一点好一点 那么我就以声破这个阻力位 就做考虑的 所以我就不会用颈线 做考虑 我拿这个 做考虑 就19771点 19771 所以现在来说 突破这里来说 大家的声音入市会比较好些 要是安全起见的 那么有人说 现在做买卖里面 有没有其他工具留意下的 股市就较为难作一个选择 我们可以看货币买卖 货币买卖来说 有什么货币选择呢 我们可以留意下这个货币 近期来说 可以留意下这个日圆的货币 你说英镑也跌得多 但英镑跌得多来说 到现在 有时基于公投问题 有时变数较为大 所以有时另一个选择 日圆也比较是一个好的选择 日圆方面 之前这个部分 我们形容这个往下走 就叫日圆升 日圆试过升到近乎111 111的状况 好了 接着有个反弹 这里也是有个反弹 当中来说 我们说 这一个来说 有个所谓的支持 什么叫支持 就是我们形容来说 有时叫美元、日圆 好似现在来说 一个美元对112.90的日圆 一个美元对112.90的日圆 我们说美元跌到这里来说 有支持 然后美元反弹 因为我们所形容 价格方面 比如115 120 往上走 我们就叫这个 美元上升 日圆下跌 所以现在来说 去到这里 美元反弹 美元反弹 有两个脚在 要探底线 所以看走势来说 有机会去到111 这些状况 或者110这些状况 已经叫做一些心理关口 所以在美元里面 会有些买盘出现 一些所谓的 之前的沽空了美金 独得位 有些买美金的 一些获利回吐盘 还有日本来说 都不希望日圆升得太高 因为之前日圆升的 阶段来说 就是基于一个 避冷的选择 避冷的角色 所以现在来说 如果市场里面 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之下 有时日圆方面 有一些回吐 我们说日圆下跌 美元上升 所以月期走势 有机会 美元对日圆往上走 即是日本字下跌 即是沽空日本字 大家留意下另一个选择 很快一个星期 和大家回顾 在今个星期中 环球股市表现 行指方面 星期五收市 19364点 一个星期中升了78点 升幅来说有0.4% 各企指数方面 星期五收市 8034点 一个星期中跌了79点 跌幅1% 上证方面 星期五收市 升幅1.4% 2,767点 一个星期中跌了93点 跌幅3.2% 美股方面 道指 星期四收市 16,697点 头四天来说 升了305点 升幅1.9% 日经方面 星期五收市 16,188点 一个星期中升了221点 升幅1.4% 今个星期里面 外围方面 美股 日经都不错 国内方面股市 欠缺动力 拖低了股市 所以大家做买买来说 都要等待一下 等待到破 W底 一个阻力位 才入市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